巴特勒 欧文 德罗赞 洛瑞等NBA球星车轮战单挑 美式单挑规则下谁更强 第一球 巴特勒面对拉塞尔 只能他接球后 直接后仰跳投干拔出手 命中 巴特勒继续进攻 这次面对同样比他矮的欧文 巴特勒再次迎射欧文 球再进2比0 随后 巴特勒继续进攻 这次换到更矮一点的洛瑞 巴特勒更是不讲情面 甚至连假动作都懒得做 直接一个后仰跳投干拔出手命中 巴特勒手感火热 随后 面对身高差不多的德罗赞 巴特勒左侧持球试探 随后运营不球 紧接着后车不长2分出手 再次稳稳命中 巴特勒4分直接拿下赛点 下一球 身高比巴特勒高的巴恩斯防守 巴特勒准备运球突破 却被巴恩斯抢断 巴恩斯进攻 面对欧文防守 巴恩斯直接杀地内线 可惜偏出 欧文进攻 这次他面对防守汉匠巴特勒 只见欧文右侧直接一步运球过掉巴特勒 上篮弯弯打进 随后 欧文面对巴恩斯 这次他左侧持球突破 杀进内线 一个转身后偷偷打进 下一球 巴特勒进攻 手感火热的他 再次赢着对手投进中投 率先拿到5分 获得胜利 解决